俄乌冲突一周年 水泥股在作天持续调整市中表现强势 反映投资者对内地经济复苏 房地产行业走出低迷谱有信心 在港上市近两个月的金山云 3896 作至接近首日上市水位明显反弹 回顾上市后即狂升80%的景象 如今有再逢第二春的机会 不妨跟进 金山云已成立十周年 母公司为金山软件 3888 于2020年5月分拆在美国上市 创下8个月内由上市价17美元 狂升上74.67美元的纪录 市值高于880亿港元 2021年9月股价 曾步跌至1.77美元 蒸发94% 目前徘徊4.30美元水平 其后美国证监会 制起审查会计底稿事件 引发部分中概股撤离回流本港上市 或第二市的风险规备 金山云的两大股东为金山软件持股37.4% 小米集团持有11.82% 另外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委会持股6.3% 大摩一月在市场增持后持股約7% 金山云提供由不同产品组成的行业特定解决方案 涵盖视频、公共服务、医疗健康、游戏和金融服务等行业 集团主要以直接销售方式提供服务 根据上市文件 金山云优质客户由2019年的243个增至2021年的597个 金山集团系内公司成为金山云业务发展的强大基本盘 其中小米成为第三大客户 小米金山生态系统庞大 而金山软件游戏 办公院领域均与金山云有合作 金山云去年第三季总营收19.7亿元 人民币 夏同 其中公有云和行业云分别实现收入13.5亿元和6.2亿元 调整后毛利率稳步提升至6.3% 连续两个季度产生正向经营现金流 业务规模和收益质量保持稳定 截至2022年9月底止9个月首三季 集团营业额60.4亿元 按年跌5.5% 股东应占亏损21.49亿元 毛利2.61亿元 减少17.3% 去年9月底持有现金31.6亿元 短期银行贷款10.4亿元 高盛报告指出 中国云业务收入增长放缓是暂时的 并预测2021年-2026年的行业增长 将以预20%的复合年增长率加速 金山云作由低位2.14元 港元 夏同 反弹上2.30元全日高位收市 升2.6% 成交475万元 现价格首日上市收报2.10元升9% 但价格1月初高位3.88元以缩水四成 在内地大力推进信息业务高质量发展下 金山云两年内转型并高增长前景可期待 现水平收集 短线博反弹目标2.80元 跌穿2元止蝕 短线博反异 少女 斗